浓烟从窗户中窜出 消防员爬上云梯展开救援活动 大阪北区跟增其新地 住上混合的八层楼高大楼发生严重火警 消防局出动70台消防车 耗费30分钟就将火势扑灭 但四楼几乎全被烧毁 这栋大楼靠近JR大阪站商圈 附近也有许多餐厅以及娱乐场所 有如东京的歌舞伎丁 起火大楼内也有服饰店 英语教室等店家 而起火店初步研判为四楼的 身心科诊所 起火当时患者加上员工 有接近20多位在现场 许多人来不及逃出 等到消防员救援后 却发现有多人已经心肺停滞 而根据搜查人员透露 案发当时有名60多岁男性 拿着纸袋 也有目击者指出 有液体从纸袋中流出 过没多久就起火 警察现在正在调查 男子有没有在伤者之中 并且已经在案发现场附近 紧急部署 并朝着重火的方向进行调查 谢谢廖文宇综合报导